歡迎回到Michael楊迪森旅遊頻道 今天又帶了一一BB回來貴尼酒店Staycation 讓我們看看這次有什麼玩 去片 一仔我們出發 這次我和一仔第三次來到貴尼酒店Staycation Michael這次會帶你看看貴尼酒店 四間最新的主題遊戲室 還會解測一下為什麼住貴尼酒店 最好住行政樓層房 還有記得看到片尾 Michael還會帶你去規探一下 四間很特別的套房 還有一間超美的Mana Suite 一仔BB真的急不及待了 要馬上進去 是不是很熟口麵呢 看看有多開心 一一等爸爸 現在是我們入住的Grand Harbour Corner Suite 你看一仔的玩具 酒店還很窩心 知道我今次回來 還在我的YouTube頻道 CAP了一張照片出來 你看整間套房Corner Suite 有四塊落地玻璃 由中環至灣仔一覽無謂 大家看看 這就是傳說中的心形浴缸 當然少不了一一的鴨仔 來吧 鴨仔你喜歡這裏嗎 喜歡 那你知不知這裏是哪裏 請問這張是植夢師的藏褥 來吧 請問這張是植夢師的藏褥 分學真的很舒服 你看一一多興奮 是時候去放電了 這間就是其中一間的遊戲室 讓我示範一下有什麼特別 連爸爸也很想玩 讓我示範一下 是時候去游泳池逛一逛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無邊際泳池 打卡的景點 如果大家想去打卡 可以嘗試一早去到泳池 或者去到黃昏時段會較少人 這個就是很少人介紹的健身室 你看看看無敵海景做運動 是否多棒呢 一仔大過了 讓我們來試一試 貴利酒店的扒房 如果大家的小朋友都大過了 不妨來到貴利酒店扒房 帶你來試一試 如果食物不適合 還可以帶去行政樓塵 再去吃 這裏就是行政樓塵 這個夜景是否好爆呢 確保你的手機可以捕捉到夜景 你看一仔多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到訪出去的夜景 這個維港夜景 可以說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美的夜景 這個維港夜景 可以說是全球其中一個最美的夜景 是時候睡覺了 小心家 210豬元 才是客人主日 看ights on the grass 這個就是行政樓塵的早餐 這個就是行政樓塵的早餐 是生日午 etc 一大招帽 爸爸先生 我現在帶你來看看 Lobby Host Cafe的早餐是怎樣 我帶你去看其他的遊戲室 現在飛機是沒有啤啤的 現在在哪裏 一日是時候走了 一仔又說去泳池走走 那等他去帶路吧 不要哭 下雨而已 不要哭 讓我帶你來看看 貴麗酒店日間的行政樓場 好,謝謝你 这就是我们的Upturnity 这个是黄昏时段的小时 之前不是和大家说过 为什么住贵利酒店最好设计行政楼寻房 譬如你有小朋友就可以任何时到贵利酒店的行政楼寻 带他上来补饭食 如果你没有小朋友 夜间看着这个维港一路饮酒一路吃小吃 其实在香港很少有一间五星酒店有这么漂亮的夜景 等我Michael带你去规探四间各有特色的海景套房 其实你是一个人的飞食 但是真是一种飞食 带你出去 保学一些这些地方 照顾给你 照顾让你黄昏小丁 让你帮助 给你帮助 你帮助 帮助 你帮助 帮助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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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